桥头区九甲为一山公在去年底举办盛大的法会的时候呢 特别的发挥了创意把平安福令生活化 制作了一系列的限量商品 尤其呢以节目一卡通最受欢迎 妙方呢顺应香客的需求 决定呢再追加一千张特别版的一卡通 在大年初一的时候让香客博觅免费赠送 桥头区九甲为一山公办法会有创意 把平安福令生活化 限量版的一卡通受欢迎 原本在法会举办期间 制作限量两百张让香客拨杯 没想到回响意外热烈 妙方决定再追加一千张 我们要拨一千的拨到 它就要拨三十拨三拨 为什么这家有做文化 因为大家拍的人在书记 都拨拍的人在书记 很爱 我们还要一千多 不要来做文化 一样是限量农历大年初一到九甲为 玉山公参拜 划出三个醒筊就能带回家 在特别制作的生活化创意福令中 追加捷运卡的理由是响应支持 环保交通 我们要鼓励大家尽量农历大年初一天 我们要鼓励大家要拨一千 大家要拨一千 如果拨一千 如果拨三十八 我们就拨一千 免费 心灵大家欢喜 心灵大家欢喜 心灵大家可以 一个好的一年 好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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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是拆贵的时候可以拨 这样的签 法会圆满后的满月平安福宴 席开三百桌 感谢有公有庙 在法会举办期间的支持 妙宇的文化创意延续到农历年节 祝前来参拜的乡客及游客 平安顺利 国众新华物院朱宇宏 采访我的 好多